他的胜利就是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就是闷身大发财 共和党能够以什么样的形式接受 那麦克约翰逊又能够通过这个过程中 获得像民主党哪样的哪方面的让步 那这个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立法的一个焦点吧 也是说麦克约翰逊这个议长能干多久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但他背后的立场 这个人的意识形态是很激进的 这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明确 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论美奂 The American Roulette 一档深入探讨当今美国政治的中文播客 我是Talish 大家好 我是王浩兰 我是鸡鱼生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Mike Johnson 那谁是Mike Johnson呢 没关系 你要是不知道的话 其实呢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他呢 应该是美国众议院的新任议长 他是25号呢 刚刚上任的 所以从10月3号麦卡锡上一个议长被罢免 到他上任一共花了20多天 一共选了4个候选人 最后才选出这个新议长 上上次播客吧 我们上上次播客在最后呢 实际上是对这个新议长选举呢 做了一些预测 当时做预测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就是想着说是准备被打脸的 所以今天一上来 咱们就来检查一下是不是被打脸了 做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 来回顾一下这个选议长的过程 其实我又回去稍微看一下 我觉得我们对一开始这个选议长的过程呢 的预测呢 还是相当的准确的 我记得最开始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斯卡利斯和乔丹对决 然后呢 基于生说 如果是这两个人的话 应该斯卡利斯会更胜一筹 因为毕竟是内部选举嘛 那斯卡利斯也的确是成为了第一个候选人 但是呢 基于生你好像也说 如果保守派人死命扛着 有那么几个人呢 斯卡利斯也没戏的 那斯卡利斯是不是连票都没投就退了呀 对 一天之后就跑路了 然后就换成了乔丹 当时王浩兰你也说这个 但是乔丹也有一样的情况 如果这个温和派的人 要是不买账的话 扛着乔丹也上不去 对 就大部分人其实就认为 就是不管是当时是 就两个主要候选人嘛 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 和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 两个人谁都面临的 这个短票的问题 这个斯卡利斯主要是 乔丹这一派的人对他反对 然后呢 乔丹在第一天 坑了斯卡利斯之后呢 他这个斯卡利斯很多这些盟友 包括之前很多对乔丹 本身就有很多顾虑的共和党人 他也是投票反对他 当然这个乔丹比斯卡利斯多挣扎 那么一周多的时间 甚至还这个主动到 全众议院去进行表决 然后三次每一次票都 比之前要少 最终也是退选 在以往的这个党内 正式斗争过程当中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强硬派要比这个温和派 要厉害一些 因为就是温和派 大部分时间不会反对强硬派 而强硬派绝大部分时间 都在这个调戏和反对温和派 但这个共和党的温和派 这回是难得这个雄起了一次 这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一个事情 把这个乔丹挡在了 一让宝座之外 所以说乔丹最后 他还是去投票了 只不过他在投票的时候失败了 你是认为就是 他当时真的是觉得 自己还是很有可能 当上议长呢 是吧 他就可能觉得通过 这个公开投票的方式来 给这些其他不支持的人施压 通过包括威胁初选 调动这个特朗普 和这些其他Mega派的支持 让这些就可能被认为 会被因为他们因为屈服的温和派 而最终改变他们的想法 但最终其实是势得其反 因为他第一次就差了20多票 第二次就差了22票 第三次就差了25票 当然就是在第三次投票之后 就看没给他自己退出的机会 就党内职业就投票 把他剥夺了 他作为提名人的这个资格 这个是他自己给自己的 本来是想用这个主动号召党内信任投票 然后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就是让摆出摆事实讲道理 说党内大家都支持我 那全党要求我接着投票 那我就要接着投票 结果没想到这个全党一投票 直接把他给弄下去了 他就这个偷击不成18米 党内没有规定 就说几轮投票之后 他就必须要内部再信任投票 是他主动面临一个僵局 就是很多人预测说 他接下来会越投票越少 然后他就说 那我们就干脆来比一比看 我还有没有多数的民意 我的感觉是 他会想到他自己 肯定不会赢得很漂亮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会直接就是完完全全 以比较大的这个比例 输掉党内的投票 可能就是说 他觉得自己能够稍微增强一下 然后反而突然被赶下台了 就是这种偷击不成 玩18米 所以又摆回到了一个温和派 汤姆·埃莫是吧 对 共和党又进入了一份 这个大筛选 然后这回有9个人参选 最终呢 是当中最为这个有希望的 就是众议院现在第三号人物 民进苏大洲的汤姆·埃莫 原来汤姆·埃莫主要是 因为他本人 在党内的这个威信还不错 同时他担任了 过去两届 共和党竞选委员会的这个主席 所以说 对于这个塑造共和党 这个多数党地位 有着一定的贡献 也有很多不少的人员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 他来自于民进苏大洲 这么一个比较蓝的州 他的立场呢 相当来说 不像这个其他的这个议员 那么坚定啊 坚定保守 所以说党内的这些保守派 一上来就是表示坚决反对 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坚决反对 这也是一个起到的 很关键的作用 所以他跟斯卡里斯一样 一天之后就被迫退选 他没有一天 汤姆姆斯几个小时内 就宣布退选了 反正就是一上午 对很快 澄清一下 就是Jordan他每一次投票 其实都是隔了一天 应该有一次都是隔了两天的 我具体现在记不太清楚 我们之后可以对一下记录 乔丹本人的策略 作为强硬派的一直策略 就是他想通过公开投票呢 来动摇这些温和派 因为你每一次温和派 投票反对乔丹的话 他会面临共和党基层选民的怒火 会有很多人打电话 投诉 死亡威胁 什么都会有人 对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 对福克斯新闻网 这些人 这些保守派的这些名嘴们 各方面的势力 都会给温和派施压 这是过去常见的一个剧本 一旦有温和派出来 对保守派的意见 表示反对 不支持法案 不支持候选人 都会面临这样强大压力 这也是传统上 为什么温和派很容易就认怂 很容易就会跟着保守派走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乔丹本来的如意算盘 就是说第一次投 我没过没关系 首先他的估计是 前面一两次会有人发泄怒火 比如说之前他 背地里使小动作 把斯卡利斯搞下来 比如说那些支持麦卡锡的人 还想前几轮投票 支持麦卡锡来表个态 他的想法可能是前一两轮 大家都会发泄怒火 是发泄轮 发泄轮之后 大家就会整军回来 回到他这边 只要他的基本盘不动摇 所以他每一次投票之前 他不是马上投票 因为你如果这一轮投完票 两个小时候再投票 其实不可能是改变 任何人的想法的 他是想马上投票 但是他经过全面评估之后 发现他可能没有办法 马上赢得更多的支持 他就决定推迟一天 或者推迟两天 其实乔丹三轮投票的结果 并不是特别差 我印象中 大概到第一轮还是第二轮之后 有很多自由连线的人 都估计乔丹会跑掉三四十票 但是乔丹跑的票数 始终就只是每次就只增加 一两票两三票 并没有那种很多人预测的说 乔丹会雪崩似的 到第三轮之后就去垮掉 但乔丹在党内 这个秘密投票的时候 是完全垮掉了 他最后第三轮投票之后 我觉得他是一个问信于民 或者问信于群的这样一个策略 就是他感受到自己的支持在滑坡 那么如何来让我自己 能够有更充足的理由 再投三次票 再投五次票呢 那我趁我在党内的民意 还没有完全丧失的时候 我先来个内部投票 你们还知不知我继续走下去 他的盘算可能是 这个时候可能还会有 一百三四十个人 一百四五十个人还支持我 虽然没有明面上公开投票 记名投票的两百多票多 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 可能会最后只有 八十多票的党内支持 所以他原来的如意算盘 应该是说 我先通过党内 这样一个提前续命的投票 来保证我可以再搞一周 或者再搞两周 之后再看有没有变数 我能不能争取更多的人支持 但没想到党内 其实暗地里不满乔丹的 或者不满乔丹的 这些支持者的 强硬动作的人很多 反而在秘密投票的时候 他很快就压倒性的 就输掉了 他最后得的应该是八九十票 和他第一轮 跟斯卡利斯竞选的时候 那个得票数是差不多的 这次一场选举 其实就选了两轮 虽然说就内部投了四次票 其实就投了两轮 第一轮是斯卡利斯对乔丹 斯卡利斯先上 然后斯卡利斯退出 紧接着乔丹就上 这就相当于是斯卡利斯和乔丹的 这一轮 然后等斯卡利斯和乔丹都走了之后 第二轮是上来七八个人 大家都来选 然后这一轮呢 是艾莫第一 艾莫第一 然后约翰逊第二 艾莫先上 艾莫马上退选 然后约翰逊再进来 就是这个候选人的 基本盘是没有变的 第一轮的这个选举的候选人 其实就是斯卡利斯和乔丹 然后第二轮是这七八个人 然后艾莫下台之后 其他几个人再冲进去 所以本质上的选举 其实就是两轮 但是投了四次票 但是到第二轮的时候 这些人 我们上次列人名的时候 都没提到 比如王浩兰你列的 这个什么迈克亨利 什么汤姆科尔 什么的 其实王浩兰 应该在最后一个里面 我就懒得提了 因为人特别人太多 还有浩兰的最爱 这个斯特凡尼克 我什么时候爱过他了 但是确实那谁 斯特凡尼克是 一直党内被认为有可能 但是他稳坐钓鱼台 就是不掺我这个烂摊子 就是一直要等着 前面人真的全都摊掉了 对 因为就迈克约翰逊 从从地位上来看 其实是党内这个排名第五 非常资浅的领导层成员 所以说党内 其实当时也就一直有声音 觉得他有可能 作为一个统一式候选人 就来拯救大家 拯救共和党的 这么一个团结 团结性人选 但是就大家可能觉得 应该还不至于 会拖到那种境界 你说他是第五领导人 那前面就应该是议长 多数派领袖 然后党编 然后是斯泰凡尼克 党团主席 然后就是 然后是党团副主席 他是党团副主席当时 我觉得就是说 约翰逊本人 可能都还算不上 这个众望所归的白鱼骑士 他的胜利 就是说明了一个 颠扑不破的真理 就是闷声大发财 声量最低 受大家关注最少 所以当所有人 都退下的时候 他就不显山 不漏水出来了 没人知道他 对 第一没人知道他 没有敌人 对没错 没有敌人 没有反对 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 谁恨他的人最少 谁就最容易当选 越是不知名的这种人 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越觉得 都已经投到第四轮了 大家都很累了 我也不想继续 无限去拖下去了 每个人都有压力 温和派也有压力 保守派也有压力 强硬派也有压力 大家都看看 这个约翰逊觉得 行吧 就他吧 就是没有什么大仇 那就让他上吧 这听着非常像一个典型的办公室政治 我觉得你在暗示某一些事情 但是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约翰逊最主要的优点 就是他的资历非常浅 因为他在国会 就是2016年才当选 他是国会历史上 第二资遣的议长 那你要不得说一说 他这个资遣到底是 怎么个资遣法 因为就这个众议员 或者说整个国会的领导层来说 一般一个议员想要进入领导层 他基本上需要这么四五五六年六七年 或者是十年以上的积淀 才有资格成为这个领导党团的这么一位领导人 当然这不一定是就是说一号人物 就比如说在领导层里面 做一些比较资浅的这些职位 包括一号人物 二号人物 三号人物 这是党边这样的 都是需要在国会积累相当的人脉 然后和这个获得党内同僚的支持 才能够上位成为领导层的这个主要候选人之一 那约翰逊他作为一个在国会 只是刚刚第四任国会议员 他是2016年第一次当选 到现在已经马打马算 干了不到不到七年时间 六年多时间 那么在传统意义上来说 这可能是很多 以前要论资排辈的时候 光是在领导层干了六七年 才有机会往前竞争 所以说他这个相对来说的资遣就是这个样子 同样呢 这不仅说是从资历上来看 就是他在国会这六年期间 他也没有做出什么特别有名的成绩 除了这个带领共和党人 推翻这个2020年大选 这是另一回事 单从这个立法者的角度上来说 他并没有推动什么法案的通过 也不是说在传统的这些立法政治当中 随到一个跟民主党的桥梁作用 或者说党内的这个很多的说操盘手这样的角色 所以说从各方面来看 他在国会之内呢 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个积累的人脉 也没有说他自己一个稳固的派系 你就像斯卡利斯有斯卡利斯的盟友 乔丹有乔丹的盟友 麦卡锡有麦卡锡的盟友 但他来说呢 其实更多来说就是大家对他比较尊敬 因为他的保守派纯洁性很高 同时也是这个党内的一个 怎么说呢 右翼思想者 久经考验忠诚的过这个保守主义战士 就这么感觉 所以说党内对他的这个主要都是尊敬 但不是很了解 就知道现在这个派系斗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呢 最后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吧 就是我们觉得大家都能接受 还是一个原因就是太疲惫了 就是这个闹剧不能再持续下去 对于共和党来说 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未来的政治选举考量 同样有线下的这些八以冲突啊 和第二次政府关门危机 近年年内的 这些问题都极需要共和党 有一个稳定的领导层去解决 所以说在这么重重压力之下呢 也就只能选择像约翰逊这样的最大公约数吧 就是资历这里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关于资历的讨论 其实是反映了美国国会政治整体上变化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过去的美国国会都是以这个资深制为基础的 就是因为我们叫seniority 你在国会待的时间越长 你积累的权力就越多 你慢慢这个论资排备 往这个领导层上爬的速度就是一步一步来的 但是实际上呢 这些年或者说放更长点 二三十年来间美国国会还是有变化的 过去比如说一个议员他干很久 三四十年他就干议长也可以干很久 干委员会主席也干很久 参议院呢某种程度上还是这样 但是众议院呢 更多程度上已经朝向更现代化 或者像欧洲一些议会之国家的 就是众议院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像议会之运作的一个机关 像这个方向来变化 就是说不再完全看论子排备 委员会的层面你可能还有一些是按论子排备 谁待的时间更久 谁更有可能当主席 但是在领导层方面都不是特别看证字里了 你比如说众议院的这个Hakim Jeffries 民主党的这个宪政领袖 他也不是很资深的议员 这个佩洛西他们退了之后 一代领导人退了之后 也是隔代接班 跨了很大 这个Jeffries 应该是七零后吧 他不是很资深的议员 应该就是零六零七年当选的 没有没有 一二年当选 对一二年当选 那就是更资浅了 麦卡锡和斯卡利斯 他们俩应该一个是零六年 一个是零八年 两个都是零八的吧 好像 我记得斯卡利斯是接的是 那个Bobby Jindal 路易三那后来当州长的 对他是零八年那个特殊选举上台 他们从零六零八年这个时候 等他们当到共和党的一二号人物时候 也就是一四年走的事情 那你一四年麦卡锡当时 不是让这个保罗瑞恩上 而是麦卡锡上的话 他们也差不多就是七八年 八九年的时间就当上一人 这个上升速度 即使约翰逊这六七年 比他们短一点来讲 不是特别的显得突兀 议会制的这种状态下 就是说委员会主席 你会希望有一个资深的议员 在这里干 因为他做了很久 他熟悉里面的所有问题 议长呢 往往是一个选举的门面人物 招牌人物 尤其你比如说中期选举 没有总统选举的时候 两党对打的其实就是说 你的招牌人物是谁 那自然就是议长 参议院的领袖 所以你需要有很强的募款能力 需要有这个上电视论述的能力 需要在党内 大家会觉得你能够当领袖 而不是简单的论词排辈 这个时候很多党内选举 就不再是排排座 你来得早 还是我来得早 来比这个时候了 尤其是共和党 从94年之后 这个经历其的革命之后 共和党就更大刀寇斧的 砍向这个资深制 所以你比如说 共和党的这个众议院的 委员会的主席 是有任期制的 他的参议院的主席 也是有任期制的 所以共和党议员 加上共和党本身就是 长期以来 他有一种反对 长期任期的这样一种倾向 很多共和党议员 都是靠推这个任期限制 来上台的 选举之前 这个都承诺 我只做一任 我只做六年 我只做八年 十二年 然后自己坐上去之后 就坐得不亦乐乎 二十几年坐下去了 但他有这种文化 所以他不是特别看重资深制 佩洛西可以干那么久的 民主党领袖 我觉得这在共和党来讲 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共和党一查接一查 很多就把你推掉了 斯特凡尼克 这个浩兰的 很欣赏的斯特凡尼克 也是很快就上位的 加上共和党这种媒体 比如说有福克斯新闻网 有保守派运动 明星的这些 这些运动在推波助澜 很多时候都是 新兴要胜过老人 你在里面越久 反而吃亏越多 你投过的票越多 你被攻击的法案 你做过的妥协就可能越多 你得罪的人可能也越多 反而是越新上来的人 六七年七八年 这样一个时间 差不多刚刚好 就是你的资历也有一点了 这个知名度也有一些 然后你还没有重大失败 或者还没有彻底 把所有人都得罪完 那你反而是一个 冲击党内领导层 比较好的机会 所以经常有这种弯道超车 或者提前上位的这种状况 在美国国会 尤其是共和党这边 其实是蛮常见 对这两个现象 其实非常重要 对于尤其当下美国政治结构 因为自立制 在国会的衰败 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也就是在共和党一边 尤其是共和党议员 因为种种原因 不光是他们的 这个意识形态问题 或者说他们党内的 这些制度设计 大部分共和党议员 其实在国会的这个任职时间 是要比民主党平均要短的 那所以说就导致了 他不管在各种层面 领导层也好 或者说委员会的领导层 也罢 就是说他们这些人 在博会的平均时间 都比他们民主党 这个要稍微短一些 所以说其实在共和党内 这个事情也比较常见 你说起资历 那也就想起来了 这个迈克约翰逊 他好像在共和党内 就是让大家意识到 他是他竞选 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 共和党学习委员会 没有正式翻译 就叫学习委员会就行 这个学习委员会 好像也是一个人 只能当一届 所以每一次都是重新选举 是吧 因为他是一个草根组织 但是他是议会里 最大的党团 对 现在来说整个国会当内 就是非民主党 跟共和党党团之外 它是最大的组织 这个历史留来非常有意思 因为是民主党 先有了这么一个 学习委员会的 1960年代 70年代的时候 当时是因为民主党的 这些年轻议员 尤其是在伟大社会 或者说在70年代 水平时间当选的这些议员 他们不满 公共医院的制度 是因为啥呢 因为当时众议院 大部分主席 都是来自于南方的民主党人 因为他们在国会 混了几百年 拔持了所有重要委员会的主席 所以这些年轻议员 觉得说我们心上起来 这些自由派民主党人 应该夺取众议院的控制权 但是领导层 又不愿意去得罪这些委员会 所以他们自己搞了 这么一个基层学习委员会组织 那共和党后来一看 这也挺好 我也觉得我们这一组 领导层太软弱了 太温和了 不行 我们也得搞一个这种 保守派一被意识形态的 这么一个学习委员会 那后来这个学习委员会 其实最后就导致了 就是说像金里奇这样的人物诞生 也就是产生了94年金里奇革命 改变了国会的生态 那现在来看 就是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了 共和党内最大的一个 现在就不能叫基层团体了 因为它其实就已经是 共和党内最大一个派系 自由连线之前的自由连线 对 就原先它是自由连线那样的存在 就是党内的保守派 那现在来说 由于党内的保守派 都已经变成了党内的主流势力 所以说学习委员会 就成了党内最主流的 这么一个建制派的组织 或者不叫建制派的组织 就是右翼意识形态组织 然后再往边 就是这个自由连线 这样的极右派组织 那也许过两年 自由连线也被认为太过温和了 那所以说可能会有新的组织产生 这也是很有可能存在的事情 这个就是人多 不一定代表示众 你这个就像日本自民党政治一样 原来有保守本流 可能学习委员会 相当于是一个保守洞流 结果保守洞流 随着政党的整体保守化之后 保守棒流就变成保守主流了 那又有新的保守又移出来 这个自由连线 又跑到这个学习委员会 这间旁边更右的位置了 学习委员会 其实是蛮虚极化的一个组织了 人多了之后 反而就不是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了 人人都参加的时候 你的影响就很小了 如果说你200多个议员 有15060个都参加的时候 这15060个和200个人的这个全体讨论 其实区别不大 里面各有各的分歧 大家各不负谁 反正选举的时候 这个主席只做一任 你做了也不代表这15060个人 全都站在你背后 你像这一次 现任这个学习委员会主席 欧克拉河马的凯文赫恩 多次这个试图参选 最后还是跳进来了 但他就只拿到20几票 那你说作为一个14050人 组织的主席只拿20几票 是他在这个组织不行的 还是这个组织的凝聚力不行 我觉得都很难受为问题 抵自由连线 那要差远了 学习委员会某种程度 已经有一点像文化文史 和学习委员会的方向变化 对他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说 他每次都推出来这么一个主席 每一届都这么一个人 虽然说传统上说 学习委员会主席 是这个通往领导层岗位的 一个所谓的重要环节 但现在来说 就是每一届都有一个人出来 但是领导层开始 也不可能每一届都有 所以说像这个斯卡利斯 之前当过学习委员会主席 最后商位当了党员 这个约翰逊现在当了主席之后 商位当了议长 乔丹也当过主席 对吧 学习委员会主席 好多年前了应该是 他在斯卡利斯之前 好像就是因为斯卡利斯 当了学习委员会主席 然后转向了温和的战斗策略以后 才有逼出来了自由连线 因为就现在每个人 都加入学习委员会 所以说这个党内 就没有什么代表意义 但是这个迈克约翰逊 他去竞选学习委员会主席 这事情我看有人说 也是体现了他的这个思路 就是他呢 跟自由连线的人 他坐在人家那里头 去参加人家的会议 但是他不加入 他反而去跑去竞选 学习委员会的主席 跟他的当时竞选的对手 好像两个人 口号是完全相反的 那个人呢 就是属于呢 自由连线呢 太激进了 我们呢 需要跟他们拉开距离 迈克约翰逊 当时他的口号就是说呢 自由连线 我们可以跟他合作 结果最后呢 是迈克约翰逊呢 被大家呢 选上了 所以有人就说 你看这就是他的特点 他站在了这个保守派的 自由连线那边 去跟他们一起扎堆 但是呢 投票时候呢 他都要随大溜 等于是站着保守派的立场呢 顺着主流的方式往上爬 我觉得他的策略 可以说是不出头 就是说 回到这个闷声大发财的 这个状况 就是深 对对对 他从来没有说 跟大头较劲 投反对票 国会的政治 有这个作秀派和这个实干派嘛 就是work horse和show horse 这些的区别 我觉得约翰逊的做法 就是说 他不是充媒体 媒体版面的人 他并不寻求很高的曝光率 这个和个人的风格 包括你适不适合 也有关系 约翰逊可能 你让他上电视 释放魅力 或者天天愤怒的 这个大喊大叫 这个展现出一处 愤怒的这个情绪 可能他也做不到 他但他也不是温和派 我觉得他就是 致力于推动 愤怒派和作秀派 关心的议程 但他本人并不会站到前台 去作秀 或者去愤怒 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那他现在当上议长了 麦卡锡大家都知道 他为什么能当上议长 因为他麦卡锡 从他06年 还是08年开始竞选的时候 因为他筹的钱很多 他就开始拿这个钱 去支援其他的议员 所以人缘特别好 而且很多人也的确 很大程度是依靠他的 他通过这个 慢慢建立自己的人脉 那现在好像 你刚才说了 好像麦克约翰逊 他自己没有什么人脉 那他人脉是怎么体建的呢 是拉自己的人 进入到领导层呢 还是说用什么方式 那现在对于麦克约翰逊 他是怎么玩 这个议长这个职位呢 我觉得你刚才提出的 这个人脉 其实是两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他在这个 竞选布局上的人脉问题 那这个呢 就是约翰逊 现在面临的一些 很多的这个 新职业的一些障碍吧 怎么说呢 就是说因为他作为一个 原先的 敏然众人的普通众议员 那他这一辈子 之前统计过 一共筹到了500万的竞选资金 那这个可能数 可能是刚才麦卡锡 一个月的工作数额 那所以说 如何建立一个庞大的 这个所谓稳固的筹款 这么一个机制 那是他即将要做的事情 因为作为政党领袖 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为他的这个党团 和竞选委员会 包括这个麦卡锡 之前控制的 这些超级行动委员会 这些东西 都要这个需要资金支持 那他约翰逊 就必须要拥有一个 非常高效的 这么一个竞选团队 去帮助他去操盘这个事情 那这个东西 麦卡锡也许会把 一部分转交给他 现在已经发生了 一些这样的事情 同样的就是说 对于很多金主阶层来说 他也不是很熟悉 所以他要花很多时间 去这个建立这些联系 当然他作为议长 本身这个职位 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这个人 这不认识多少人 都愿意见众议院议长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倒可能就是 时间一个适应的问题 也就是说 并不是说他最大的问题 但这可能是未来明年选举 就是他这需要去 适应的这很多事情 因为他作为议长之后 不可能完全没有曝光度 就是经常要上媒体 要这个参与 各种各样的竞选活动 这种种的这些事情 另一方面 就是在领导层和处理立法 那这个问题 就可能相当于说复杂很多 就是虽然说 你是一个没有太多派系 这么一些纠葛的 这么一位折中候选人 那你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情况下 你跟麦卡西米林的 这个问题是一模一样 当然你可能会 也许会出现 就是说 我们觉得这是推入一个弱主 由于议长没办法控制局面 导致说委员会主席 或者其他领导层 更加有更多权力 但你同时也有可能会发现 他这个议长 能够很快的收拢权力 因为他没有太多的 这个派系纠葛 所以能够更好的 一碗水端平共和党党团 当然这我觉得 就共和党党团和本届国会 这个席位分布 因为其实共和党 在众议院只占据这么 比民主党多久席的 这么一位微弱优势 那他所能够施展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同样他面临的即将处理的问题 像政府拨款 像对这个以色列的军援 和对乌克兰的军援 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那他这跟麦卡西米林的 一样的结构性矛盾 是一模一样 能够有好的这个妥善解决 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 钱的部分 钱能解决的问题 其实都不是问题 而且钱和权呢 在即使在美国选举中 也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穷在闹事无人问 富在身上有远亲嘛 很多议长的选举的这个钱 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很多他办筹款晚宴 大家来并不是因为 我跟凯文麦卡西有私交 而是因为我想见议长 我想见共和党领袖 换一个人来做 大家还是想见议长 想见领袖 我记得应该有新闻报答 就说约翰逊刚当上这个议长 几个小时内什么搜索量 就暴增了多少 然后这个募款马上就新增了多少 这个都是相补相成的 你看他一息之间达到 麦卡西的这个募款高度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麦卡西也不是一天之内 就把他这个抽空网络构建起来的 我觉得在募款上 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而且还有其他人 比如说斯卡利斯 这些人也都是常年擅长于募款 也有募款网络的 大家最后到选举的时候 都是为了要使自己的党 能够成为多数党 如果你没选上 谁都那个没什么好果子吃 你斯卡利斯如果不好好募款的话 下一次你连领袖可能都没得做了 那个你可能还要后退一步 当然到时候他和约翰逊 如果万一共和党败选 他和约翰逊谁当老大 谁当老二 在党内秘密投票 可能还不好说 但是约翰逊当上议长 并不是靠前 你说如果党内秘密投票 大家可以说 艾默和这个斯卡利斯当选 多多少少是靠他们的募款能力 和在党内积累的这些人脉和人情关系 但你很明显你凭这个是不可能 带上议长的 总有那么几个人不在乎你的选款 他就是要投你的反对票 那既然如此 你就不要在这里抵谁能募款了 你募款再多又怎么样 你就是当不上议长 那你只能服气 人家约翰逊就不是靠募款能力 当上议长的 所以你也不用指望 去拿他的募款能力来攻击约翰逊 到底行不行 到最后选举的时候 当然你有外面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有其他的募款网络 总是对于共和党 会有一定的弥补作用 我不觉得到明年选举的时候 共和党最后输掉选举 第一不会完全是因为募款资金不够 第二即使募款资金完全不够 也不会是因为是约翰逊募款能力不够 那应该是大家整体都不行 现在看起来是约翰逊这边 他主要是激发起了 以前的这些麦卡锡网络 可能不太吸引的这些草根选民 他们对来了这么一个保守派的一掌 非常兴奋 所以这个小额捐款 显得比较多一些 至于大额捐款那些金主 可能还得靠麦卡锡现有的这些网络 我看好像麦克约翰逊就也没有管 他们就是等于是让这些人都留任了 他这方面他可能也不敢做什么大动作 所以现在的首要问题还是 政府又要可能要关门 如果不再做CR 我看他现在麦克约翰逊已经说 看来是要继续搞CR了 对吧 对 他是计划推出一个临时拨款协议 到1月15号左右 这个时间挺长的 是不是想给自己一个比较大的回宣余地 多重考量 一个是时间充分是肯定是这个 但是他这个时间充分 他不仅是为了谈判 同样也是为了他完成 就众议院12个单项拨款法案的 这个立法过程 那这个就是他对这个保守派 和其他这个极端保守派的这么一个承诺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更多来说是一个政治姿态和表态 因为一是他们自己党内 还有很多问题上没有办法统一意见 那今天本来应该就成枪驻建 相关这个拨款法案进行投票 最终被给取消了 因为党内也没法统一意见 说了半天 我们一直没说过 今天的录音时间是11月3号 那之前刚刚通过了另外一个 关于立法机构的拨款 再加上这个上一次官府官文之前 共和党自己过的那个 关于国防和卫生健康的拨款 那其实还差9个呢 或者还差10个呢 只通过了两个 那这个东西需要时间去完成 它的一个政策表态 那同时这些所有的法案 在参议院都是这个 所以说他们最终还是要跟参议院 和白宫进行沟通 就不管怎么说 就是说众议院显出了新议长 这个现实也不改变说 现在民主党控制参议院 和控制白宫的这么一个政治现实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共和党必然要在未来面临一个 和民主党在议算问题上 妥协的这一个情况 那现在来看就是说 共和党能够以什么样的形式接受 那麦克约翰逊又能够通过 这个过程中 获得像民主党哪样的 哪方面的让步 那这个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 立法的一个焦点吧 也是说麦克约翰逊 这个议长能干多久的 一个重要的指标 所以他一个大保守派 他不能够马上就开始转温和 开始就妥协 所以他一定要稳住 这个保守派对他的支持 对这种表态性的议案 会非常之多 在接下来两个月时间之内 就是表明他自己的 这个保守派的纯洁性 和他这个没有背弃 基层共和党议员 对他的支持 这里头核心的一个问题 我看有人说 就是主要还是堕胎 因为保守派议员 似乎想在所有的 波卡案里头 都加入相关的规定 或者说都在上面 要争夺一下 就像最近的这个 农业的法案里头 就有这种 可以不可以 游击避孕药这件事情 他们试图把这事情 在所有的法案中审议一点 那堕胎好像似乎 落到了一个民主党 很高兴的话题上 对自从去年选举之后 民主党就乐意谈堕胎 你爱谈多少谈多少 我们刚好这个展示一下 共和党在堕胎问题上的 极端立场 这对于很多民主党人来说 这是一个能够帮助 他们明年选情的一个 重要这个武器和议题吧 虽然民主党很喜欢 在堕胎议题上 这个跟共和党掰手腕 共和党的保守派 也很喜欢在堕胎问题上 和民主党掰手腕 所以这一方面是 两边是一拍即合 共和党之所以 这个会有很多议员高喊 要这个控制堕胎权 限制堕胎权的这些问题 是因为他们来自的选区 都是极端保守的 所以包括约翰逊本然 他也是非常反对 堕胎权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讲 我觉得约翰逊不是特别在乎 他不在乎 立法是不是一定要通过 或者政府是不是一定要关门 我觉得他不像麦卡锡 可能还会有多多少少 有点使命感 说政府不能关门 或者政府关门了 会影响我的选情怎么样 极端保守派 对约翰逊 有天然一种的亲切感 就是因为约翰逊和他们一样 其实并不真正在乎 政府到底要关门多久 法案到底能不能过 我这一会期或者下一个会期 有没有通过能够名垂青史 或者重大的什么改变的法案 愤怒派 就是我们就是希望把这里 搅局搞乱搞翻 达到我的纯粹的目的 才罢休的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约翰逊这种政治出身的立场 我觉得他早期来讲 我没有看到他愿意脱学 或者就像浩兰刚才讲的 很多时候就是先投票 先做这个意向性的表决 先做政治秀 那一个是堕胎法案 比如说农业法案 现在就是一个很大问题 农业法案 我觉得它的策略可能就是 了不起我们就先投拜 投了让这些人都投满意了 最后再看你们怎么办 反正其实共和党 来自农业州的选民还不少 如果最后你这个共和党 很多你农业州 爱奥瓦也好 这个南部州也好 你没有农业拨款了 你看你是要吃农业饭 还是要吃堕胎饭 这些议员可能投个十几轮之后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情绪发泄之后 可能会更容易妥协 这跟麦卡锡之前的策略不一样 麦卡锡就是我就摁着不投 因为我知道过不了 我没有必要自我羞辱 或者显示共和党过不了 约翰逊我觉得没有这种使命感 那就是大家一起闹 大家一起乱 这个乱了敌人 断裂了群众 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 那他就可能会有很多这样投票 另外一方面呢 多胎权不是唯一的关注的热点 共和党另外一个就是边境安全 反移民 还有这个国税局 比如说最新的这个以色列的援助法案 就提出要给以色列援助的每一分钱 都要从国税局的这个预算中 缺点来对冲 这些法案可能在共和党内 是有很高共识的 大家都会支持的 这些法案他通过一些 会对他在党内极端派 保守派会积累很多的善意基础 大家会觉得他有为此而努力 对于民主党来说 也是一个压力 我这天看到很多新闻 就说拜登政府也在考虑 是不是要在边境问题上 对共和党的这些历程 做一些妥协 谈一些 比如说如何增强这个边境控制 边境安全 移民限制的这个法案 做一些让步来换取更多的 对乌克兰的军援 或者这些 如果朝这个方式的话 约翰逊的策略 某种程度是奏效的 如果你在一个重大问题上 取得了成效 那你再回过后来处理 堕胎问题 你可能就有更多的政治资本 可以去利用 你就可以强度观山去说 你们已经投了二十几次了 堕胎反正就过不了 我们已经赢得了一个重大胜利 那这个我们就搁着 再走下一个 这可能会是一种 未来演进的路线 我觉得当你没有 一定要通过什么的负担之后 约翰逊的这种立法之路 可能反而会更顺遂 而且很快翻过篇 明年就开始选举了 有总统大选 你要准备众院的选举 我倒不觉得 共和党的议员会很快 三四月份的时候 马上又要把新议长轰下台 然后再花一个月的时间 再去选议长 你看这一次选议长 选到最后就 大家都已经有点疲倦了 你像这个马特盖茨 是闹得最欢的人 到最后投票的时候 他是每个人我都投 因为他知道 他把麦卡锡赶下台之后 这个事已经闹大了 所以他反而表现得很乖 只要党内选出一个人 我就支持他 你不管谁上谁 只要不是麦卡锡 我都支持 斯查利斯他也支持 艾莫他也支持 乔丹他也支持 约翰逊他也支持 所以当党内经过 这样几轮消耗之后 我觉得约翰逊 反而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 就如果他能够成功的 在民主党这边 获得一些妥协 让步 通过一两个法案 在共和党内 凝聚一些共识的话 他会有比较好的 党内执政的基础 然后紧接着到明年 中后年之后 就变成了选举模式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举党一致 一起骂民主党 一起骂白战就行了 那就更不存在什么 你要不要通过法案 要不要立法的问题 我看到还有一个说法是 可能呢 约翰逊还是要等着 下周的这个小中期选举 因为那个时候呢 俄亥俄有一个 关于堕胎的修宪的 一个全民公爵啊 还有呢 就弗金尼亚的选举 他们可能要看看 这个结果出来呢 可以根据这个结果呢 决定呢 在这件事情上 到底推进的有多很 如果说俄亥俄那儿 那个这不是反堕胎 他应该是支持堕胎的 对让堕胎入宪法 入宪法的话 那他会有更大的资本 让共和党这边人 可以在这件事情上 再妥协一些 堕胎这个问题 他不是妥不妥协的 就是共和党也知道 他那些关于堕胎的表决 都是这个所谓的政治性表态 因为每次在拨款当中 其实每年都有很多 这种类似的这个常识 但是就是说 最后大家都知道 这东西在最后的 拨款法案中 是不可能有的 最终其实还是党内 对于很多预算的这个事项 或者说具体的这些政策 和这个什么具体的款项数额 这个问题 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种所谓的社会性议题 肯定就是一直都存在的 但它不是说最核心的争端 主要就是都喜欢在上面 是这个互相博弈一份 就共和党有好处可拿 我就说大部分是共和党的 因为他们的主要关系就是初选 所以这个他们就有好处可说 那民主党也说 觉得这玩意是 对我们自己整个选举有意义的 所以他们也去谈这个事情 但最终 就你肯定还是要就是说认清现实 就是政府需要这个开支 那所以你说你怎么 怎么样达到这个阶段 对于现在来说 就是一个国会最大的问题 当然对约翰逊来说 不仅是他党内的控制 因为他本身自己的这么一个 所谓的知名度太低 他跟参议院的 不仅是民主党的领导人 跟共和党领导人 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说在就是这两天 就是刚刚跟外康奈尔 这个促息长谈 45分钟 然后又去跟这个参议院 中和党人进行搞见面 然后又跟舒默搞对谈 这个对于以色列军援的问题了 所以这一系列东西 可能就是说 未来一段时间 国会最重要的一些动态 就是约翰逊如何和这些 原来的国会领导人 尤其是拜登进行谈判 浩兰说的这个想法 其实就是共和党的建制派 主流派麦卡锡派的想法 这也就是麦卡锡 为什么下台的原因 就是共和党内的反多台 有两种 一种是装税派 一种是真税派 装税派是更多的 就是像浩兰说的 我知道过不了 但为了表态 我为了吸引选民 所以我要做这个秀 那最后一刻 我可能会妥协 那我们就叮铃光浪 过一个这个世命法案 明年呢就这么过去了 我也可以说 我奋斗过了 我投票了十几次 但是还是有一小撮 是真税派 就是他们真的觉得 堕胎权是非常重要 是顶天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 哪怕就比如说 像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参议员 为了堕胎权 他不惜阻挡 这个几百个高级军官的任命 他会一直坚持下去 因为他真信这个 那共和党众议院这边 也有一些议员 包括比如说麦卡锡 他们那之前就很愤怒 说这些人只有反对 他没有想法 不知道下面要做什么 问题在于 这些人就是只反对 我就只要是没有堕胎权 我就反对 至于后面怎么办 我压根不管 我只关心第一点 就是这个东西不能过 之前这些人没有问题 因为是共和党多数足够多 所以我这些人继续投反对 没问题 但现在共和党多数很小 你只需要十个人 是这种真税派 你就永远过不了这个法案 所以这是这些真税派 为什么反感之前 拜卡锡的做法 就是你走到最后一刻 把我们背叛了 一开始你都跟我们站在一起 但你其实知道 你心理压根就没打翻过 所以那我们支持你干什么呢 我们就很反对这一派 这是共和党现在 核心的问题 就像这两天看 罗姆尼的回忆录 他就讲说 他在参议员 有两种参议员 他最痛恨的是 像密苏里的赫利 像德州的克鲁斯 这几个议员 就是他觉得他们是很聪明的 他们绝对知道 川普没有赢得总统选举 但他们为了自己政治利益 要表演出 他们觉得川普赢了选举 选举是被篡改的 是有舞弊行为的 他非常痛恨这样的人 他不想和这样的人合作 但反过来 他愿意和威斯康星的 罗恩约翰逊合作 因为约翰逊这哥们是真信 罗姆尼就说 他每次跟约翰逊见面 约翰逊都会给他讲一个 新的阴谋论故事 然后他对此申请不疑 讲到最后有一天 罗姆尼实在忍不住 问约翰逊说 哥们你有哪个阴谋论 是你不信的吗 但是这样罗姆尼 反而更尊敬约翰逊 因为觉得他是真傻 或者真信 真睡着了 所以他觉得和这种人 我在其他议题上 可能还可以合作 因为我们一旦 有一个问题达成共识的话 他是真正 在这个问题上是靠谱的 那共和党众议院 也是一样的 你总有那么十几个二十个人 我就是指这个问题 我压倒一切 其他天堂下来 我都不管 我无所谓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 你不能得罪任何五六个人 只要得罪五六个人 你可能整个方案就过不了 反正这都是核心问题 就是我刚才讲 共和党国会主流这么看法 但是呢 能不能实现 怎么样跨过这个鸿沟 你这个桥还是要跨过去的吗 对吧 那哪不能说 总是说你我死之后 你怎么办呢 只有天知道 大家还是得知道一下 这一事情实际上是 要搞定共和党内部的矛盾 那之前麦卡锡是 死活搞不定 就干脆就放弃了 就是关于拜登提出的 一千多亿的 什么分钱的问题 乌克兰以色列军援 加边境问题 怎么妥协 这八成得是 约翰逊自己得侵入白宫 跟那些大佬谈判 不完全是吧 主要就是他现在 有一个所谓的哲学冲突 就是说众议院 在约翰逊的共和党领导之下 他的本质是坚决反对 把乌克兰以色列 以及给某些地区 和这些其他这些地方的军援 捆绑到一起 还有边境的钱 就是说这个东西 乌克兰的问题 以日后再跟边境再谈 但是以色列的问题 单独拿出来 来投票表决 同时迈克约翰逊 在以色列问题上 即便是一个非常两党 有这么大共识的 一个法案之上 他也要先表 自己保尔派本质 先通过一份共和党 自己强推的法案 就是在140亿当中 还要包括对于 国税局的预算削减 这个东西就是说 很明显在参议院 是绝对不可能过的 拜登政府先发了 否决威胁 民进党控制的参议院 书末表示说 不可能会考虑 同时参议院共和党 也是反对的 他们也知道 这个法案过不了 但是他们更觉得 需要先去解决问题 所以说他们希望能够 推动一份两党一起 协商的 包括像参议院 现在在酝酿的 所谓的 包括乌克兰军援 在内的这么一份法案 所以这个东西 最后怎么收场 反正这个肯定会有一个 最高领导层的磋商 就是说拜登和参众两院 领导人进行坦诚 有监制性的交谈 最终还是 众议院过了自己的版本 现在皮球 踢到了参议院那里 参议院最终搞出来 一个什么样的成果 最后再把皮球 踢回众议院 大部分情况下来说 众议院应该最后 会选择去接受这个情务 但是约翰逊 会花多长时间 又用什么样的代价 来换 把这个法案 放到众议院上去投票 这个东西就是 他未来一段时间的 一对政治布局 一种最核心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国防拨款的问题 也要谈到近些年来 共和党发展的 一个整体趋势 就是共和党向 外交和国防鸽派转向 或者向不干涉主义 孤立主义转向的 一个整体的趋势 这个趋势在众议院 是更为明显的 因为众议院的选区划分 和意识形态光谱分布的原因 参议院因为这些议员 一个是他相对来讲 代表全州的整体利益 产生极端派的概率 相对要少一点 然后参议院 在国防外交议题上的 着力更深 他在国防外交议题上的 权限也更多 比如他要确认大使 他单独会见 各个国家精英领袖的 机会更多 他很多程度上 更偏建制派一点 而众议院 你就能发现 有很多共和党议员 这些年是有一部分转向 就是对国防支持 对于国防拨款的增长 尤其是对外军援 不管是乌克兰也好 甚至是以色列也好 并没有那么热衷 有些是直接反对 像以色列 我觉得共和党 现在也不是很着急 尤其是共和党的众议院 不是很着急 最着急的是 参议院共和党 和拜登政府 所以在国防拨款上 这个问题 不是约翰逊找急 是拜登和舒默 还有麦康奈尔 要去求约翰逊 而且约翰逊很聪明 就是他先过了一个法案 这回到我们上次 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是麦卡锡先提交一个 政府预算案 还是参议院先通过一个 政府预算案的问题 现在约翰逊 已经把预算案通过了 那球就踢到参议院 和民主党这边了 反正我把以色列的军援通过了 那是你不接受 批球到你这 你再来一个 那就变成你要去求约翰逊了 而且总统是负责国防外交的 最根本的领袖 以色列总理 也不会直接打电话给议长 或者某个众议员说 求求你们不要砍国税局的法案 他不管那么细的问题 那最后他只会去问拜登 啥时候给我钱 你要援助多少 泽连斯基也肯定是 首先去找总统 然后才会去跟国会领袖他 所以倒逼回来 就是你越想通过这样一个军援 你就越要去向共和党 做某种妥协 这也是这两天会放出分身说 拜登政府可能会在 国土安全移民控制上 会做出一些染步 回到共和党党内的这个竞争 就是参议院明显更阴派一点 尤其是麦康奈尔 这几天你能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 就说麦康奈尔 已经多多少少有一点 在给自己寻求政治遗产 和政治地位的这种感觉 因为他下一任 还会不会再选参议员 已经很不可能了 然后他最近出了几次身体的 这个谎神 或者不说话的这个状况 也让很多人担心 他接下来这个24年之后 剩下最后两年参议院的机 还会不会做参议院 党党领袖 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多多少少 有一点薄脚压的感觉 这个时候他更要追求 他自己的历史定位 所以麦康奈尔很注重 要给乌克兰足够的军援 那你越是想给乌克兰军援 你在约翰逊这边的把柄就越大 因为约翰逊并不在乎这个事情 给不给乌克兰钱 他不想给乌克兰钱 但你说真的天塌下来 他都不改吗 也不是 你要是给他足够的让步 或者足够的什么筹码 他也可能会支持乌克兰 但麦康奈尔是非常想给乌克兰这笔钱 想给很多 想一次锁定很多年 想确保他下台之后 乌克兰还能获得稳定的军援 那这个时候变成麦康奈尔 有求于共和党众议院了 所以这在谈判中 可能会致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和拜登 把他们放在一个相对不利的谈判的境地 如果你要获得众援的配合 你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如果是你要把以色列和乌克兰军援 放在一起的话 但如果你把以色列和乌克兰军援分开 那乌克兰军援通过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特别是在参议院 现在因为麦康奈尔多多少少有点跛脚 你能够感觉到麦康奈尔的几个主要的接班人 都已经可以在他这个问题上和他划清界限了 都已经保持一定距离了 不再是以前麦康奈尔说什么 全党至少领导层 因为大家都指望将来麦康奈尔能支持他 或者至少不反对他 现在这些人他要想到他一年后一两年后 他要取得那些保守参议院的支持 我如何能够在三个人四个人的选举中 拿下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那我不会得罪这些保守派 所以他们多多少少都和麦康奈尔 在这些阴派地上划开了一点的距离 这对麦康奈尔去和众议院谈判更不利 甚至包括他在参议院能不能一揽子 通过一个压倒性多数支持乌克兰的决议 都可能会有疑问 对60票能够凑得起 能不能达到这么七八十票的压倒性 又是有很大的疑问 就因为麦康奈尔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其实跟他的参议院党团都有很大的差别 不过说这个众议院党团 那参议院党团可能现在 共和党49个议员当中 可能对乌克兰这种坚定支持的态度 是50比50 让我五五开的状态 那你这个东西肯定在众议院就严重很多 就刚才季老师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就是这几年在共和党内 其实就是共和党的这个外交政策开始这个反本归源 就回归他们这个所谓的孤立主义本质 那这个东西其实到现在来 因为参议院因为他相对来说 跟这个普通民政有一定隔离性 所以他的这个整体的外交认知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但是在更加跟选民有直接联系的众议院 这个其实态度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那这个当然就不止是共和党在这个外交问题上有变化 民主党就是年轻一代对于巴以问题的这个态度 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民主党本身在以色列政策上的这个立场 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的 主要还是因为精英层在这方面的认知是比较普遍 监禁的跟以色列站在一起的 但这个肯定由于这个时间的推进 也会发生变化 所以说麦康奈尔和拜登政府 想推的这么一个给乌克兰 一口气给一年到两年的这么一个钱 不但是两个月三个月过来一次 这个挤压钩一样向众议院去乞讨 那所以这也是考虑到了现在政治现实 但是就是即便是就是说 他们给了就是所谓的他们看来能够让这个很多共和党人买账的这些边境啊 或者说包括移民政策的改变 那未必也能保证约翰逊把这个法案放到众议院去投票 支持乌克兰军援和以色列军援的这个投票 其实在众议院肯定是超过多数的 甚至可能是一个有将近300票 但是如果说众议长不把这个放到议程之下去投票的话 那他们只能走另外那种所谓的放行动议 那问题是那东西需要两个月时间 所以这个肯定就是说在这方面约翰逊还是我有很大的一个这个谈判筹码 这里有一些技术问题 就是说你说议长他的最大权利就是能不能决定他把一个议案放出来让大家投票 对这是议长最大的这个所谓的结构性权利嘛 就是他拥有能议程设置的权利 对议程设置的权利 这是由他自己决定 因为他代表的是这个多数党的意志嘛 以议长来说就是说其实说如果多数党都支持投票 好呢就议长一个人反对那也是不行的 但是就是说在短期的操作当中 因为议长作为一个多数党一致的代表和全院的这个最高的立法负责人 他是有决定就众议院马上要对什么法案进行投票的这么一个直接权利 那如果说一个法案这不经过他之手 也就放不到这个众议院去投票 当然他不是说完全就不可能啊 你刚才讲到一些技术性问题 比如说有这个放行动议 那放行动议是可以就是说强迫法案投票 那这个东西他需要时间就不像比如说众议长说我明天投票明天就能过 但我看现在约翰逊他还是一个显得比较的狡猾的 他经常会把事情说的比较圆滑 比如说乌克兰军援这事他也没有完全否定 他也提到了你要保证这个钱有出处 就像我们对以色列的军援一样我去砍国税的钱 他就是我不反对你提出一些这种含糊的时候 实际上给自己留了余地 但是又不是去积极地去推动 看上去还是一个知道自己的能力 也知道怎么样去用它去不把自己给塞到一个困境中 把自己给锁死的这种情况 是一个有一定排技的这个排局高手 但是问题是他这一副牌也不是很好 就是因为麦哈西把这一副牌打的这个打得稀烂 他这个排运确实不好 去年选举之后这个局面就是什么人都做不好 现在在众议院这个议长 但是呢就是说约翰逊在仅有这么几次交通当中 还是体验出了有一定水平的 但是因为他还在蜜月期嘛 过了蜜月期还能否有这样的这么所谓的操作空间 那这是很值得这个去打个问号 但这个蜜月期也不会短 你想麦哈西已经是伤痕累累15轮投票才当上议长的 他都撑了10个月 那你从现在往后数再过10个月 那就到明年89月90月大家都得选举了 那个时候你就算心里有再有不满 你也不会到你选举前两天还把自己困在华盛顿再去重新选议长 所以我觉得他除非出什么特别大的跟保守派割席的纰漏 否则他干满这一届议长的希望是很大 他的形式风格就是说之前我们说这个闷声大发财的 就是他是大胆阻挠小心表态 他并不是大胆做事 他就是这些事我都会阻挠 这个拜登要当选总统合法的这个认可选举结果 我也会阻挠 但他不会上电视天天作为这个头牌去讲这些问题 他会在后面给你出谋划策 给你串联 给你提供法律意见 给你提供各种准备 包括像现在这个乌克兰这些问题 他不会直接放话 我们一定要如何如何 或一定不如何如何 但他背后的立场 这个人的意识形态是很激进的 这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明确 就是他不是一个说没有很明确立场 默默无闻 所有事情都不知可否的墙头草的一个人 他是有很深的基督教保守派 和近些年的民粹保守派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背景 这应该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说默默无闻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他在当上议长之前 可以说对绝大部分的人 甚至大部分的议员参议员都是一块白板 然后他上来以后 前几天我看有人说 这简直是一个就是oppositional research 就是找黑幕的人的这个天堂 就是感觉突然间出来这么一个人 然后有好多黑料可以挖 大家都很兴奋 而且也的确挖出了很多 至少在民主党自由派这边 看来是很大的黑料 那这些事情对他的形象 或者说接下来的继续的这个 比如明年选举 或者是作为议长的运作 会不会有影响 还是说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个我们已经早就习惯了 毫无疑问 就是说你一直选这么一个候选人 来当顶班当议长 那肯定就有很多这种所谓的黑料 没有及时把这些东西买起来 或者说做好这个准备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正常 但是说很多这些黑料呢 对民主党把他这个塑造成一个极端议长 什么样的这个东西 肯定是有帮助的 但就是说议长形象 尤其是在明年选举 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中期选举这样 只有国会选举的这么一个竞选 基调还是依靠总统大选展开 所以他相对的影响肯定就是比较有限的 主要还是要看大选整体的走向 到时候拜登跟特朗普两个人的这个态势啊 或者说在国会 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些选区变化之后 能否在明年有一个更加清晰的 这么一个所谓的局势上我们去判断 那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更加重要 因为毕竟共和党跟民主党现在净差四席 实际上差九席这样的微弱差别 那他很有可能不管是什么样的存在 都有可能会发生翻转的情况出现 对就说只要是总统选举年 总统一定是最重要的 总统是绝对压倒性的 当然知道这个麦克约翰宣的人不多 但是其实你也不是多少美国人都知道 民主党的哈基姆杰弗里斯 甚至凯文麦卡锡在美国一般民众来说 也不是什么家喻户晓的叮叮大名的人 即使在中期选举来讲 像过去好几届选举 民主党的佩洛西就被共和党当成靶子打 中期选举一直就来打他 但你说真的这个策略有多么重要吗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把佩洛西脸谱化 变成一个老姑婆万恶女人的形象 也没有拦住佩洛西成为美国历史上这样一个 二登板再次东山再起当上女议长的人 也没有阻止民主党崛起 真正到选举的时候 你想把议长这样一个既不负责行政所有的东西 也不能控制每一个议员的状态的人 放成你的竞选看板 去试图影响所有选区的议员的选情 我觉得是很难的 民主党肯定会去努力 但是第一你花一个小时在约翰逊身上 能激发民主党选民的热情 你不如在川普身上花一分钟能激发民主党选民的热情多 约翰逊把天捅个大窟窿 川普能把他撕个更大的窟窿出来 所以你在约翰逊身上花精力并不是很划算 以及约翰逊即使有丑闻 除非是这种颠覆共和党选民的他支持的 比如说你有一段秘密录音说 他其实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每天都参加哈马斯的活动 明天在他办公室搜出一个文件 说他怎么搞美国国家安全 那可能会有影响 你看特朗普16年选举那么多仇闻 共和党选民不关心 在这种两极化的情况下 你把约翰逊即使搞臭 对于选情来讲的作用很强 对可能对他本人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他毕竟不是特朗普 没有这么多免死金牌 但对共和党整齐的选情来说的影响 可能还不如任何一个 每一个州现在搞到这些什么 小的选区重划动作影响来得更大一些 我是跑个题 我觉得特朗普还是显示出他的一个弱点 就是他攻击佐治亚州的反堕胎政策 是他说他用了terrible 我觉得对他来说 还是有一个很强的负面影响 就是福音派那边 但明年到跟拜登选的时候 这帮福音派能跑去投拜登吗 这是特朗普的这么一个优势 就是说我可以在这个堕胎问题上 稍微往左派 走往中间令上靠一靠 他也知道就堕胎这个立场 就共和党很多这种坚决反对堕胎立场 是不受欢迎的 他可能希望能够在这方面 减轻自己在这方面的这个责任 但是福音派能够还能去选拜登吗 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任命了这么三位法官 推翻了这个卢伊斯韦德案 那这个东西也跑不掉了 所以说或者说这优势也是劣势 就是说共和党那边就是说 你毕竟我任命的三个法官 把这个堕胎权推翻了 但民众党那边你看 你看就是他任命的 他想跑也没用 所以说这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极化是在一个 可能去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是很大的优势 我看不到有任何劣势 我觉得这是特朗普的 就是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一个优点 就是他可以在意识形态历史上 随时做一些调整和翻转 这也涉及到福音派选民 在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流变 就是福音派选民到底代表了什么 他们是代表着社会保守价值观 还是代表着一种种族主义情绪 白人受苦受难的这样的情绪 还是代表他们自己的文化保守 和特定的这种地理标志性的 南方的或者说社会阶层的 有受到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融合 态势冲击的这样一种反馈 这个学界和这个政治分析界 都有不同的想法 我是觉得福音派选民本质上 尤其是在特朗普当前 你很难说福音派选民是价值选民 没有一个真正虔诚的福音派 会看到特朗普那么多的道德丑闻 和各种违背基督教基本价值观的情况下 还去支持特朗普的 从那些福音派的领袖 到福音派的选民 我觉得支持特朗普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在堕胎议题上 或者在同性恋议题上 在这个性少数群体 这个小学教育的问题上 有什么样的立场 你这次选举 麦克彭斯呀 这个共和党比他保守的 一直都有福音 很多人试图出来 争取福音派选民的支持 但你没有看着特朗普的 这个支持度受到太大影响 他还是在福音派选民中 有更多的 就是所谓现在兴起的这种 基督教民族主义 Christian nationalism这种态势 他已经不完全基于 圣经的价值观 或者说堕胎 同性婚姻这种传统神主 的价值观 而是一种更携带了 愤怒仇恨 白人的这种优势 或者白人的传统的价值体系 社会地位受到冲击的反应 而这些可能是支持 更多福音派选民 去支持特朗普的原因 他们不会因为特朗普 在某个特定议题上 摇摆或者动摇 就去抛弃特朗普 反而特朗普可能会因为 他温和化他的社会立场 获得更多中年选民的支持 特朗普其实一直都不是 一个社会保守派 16年他也不是一个社会保守派 他从来没有 以一个社会保守派的形象出现 他给保守派最大的承诺 就是我把司法外包给 来帮党人协会 然后让他们来做 这个是你们最关心的 我把他外包出去 你们满意就行了 但他本人并不是非常热情十足的 说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或者说我一定要 用这一点来改变美国 所以他在这些问题上 稍微摇摆一下 或者表现一些 更温和更理性的立场 其实是符合美国主流名义的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 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 是有很大的动作的 所以约翰逊要想 立于不败之地 就是把弹劾拜登进行到底 现在看来我倒 我倒还有点疑惑 就是按理说 你应该是这样一个思路 但是从现在来看 你有这么多的政府拨款案和预算 还有以色列军援的事情 似乎都排在拜登弹劾事项之前 这个东西到底会排到多优先 我从最近一两周的发展来看 我觉得还真不好说 因为他不像麦卡锡 麦卡锡需要去推动拜登弹劾 来获取保守派的善意支持 约翰逊在这点上领先于麦卡锡 就是他已经有保守派的 很多善意支持在这 这个乔丹啊 这个科莫啊 他们还可以继续跑他们的调查 跑他们的听证会 但我不觉得共和党会天天拍桌子 问约翰逊说 你是明天弹劾还是后天弹劾 麦卡锡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就关键还是 就是他作为一个极有益保守派 的这么一个资质的纯洁性比较够 还能够在消费这么一段时间 还没有被这个领导层腐化 不像麦卡锡已经这个背弃初心了 对作为保守派 他的秘业期可能会长一些 而且就是这个大闹20天之后 这个秘业期就会被 刚才叫杰老师说的无限延长 就不可能说共和党觉得 我们再短短一年多时间 再来一次这么一个大的闹剧 那你觉得接下来 有什么特别的看点 不能说远了 我发现了咱们的预测 只能基于现在 接下来一两周的情况 接下来一两周 也有很多事情会发生 有什么特别大的看点 咱们可以就是大家关注一下 我看到的一个趋势是 这两天有这个新闻 就是约翰逊的有一个策略 就是他可能不会通过 一揽子的去密法案 他试图挨个去密 就是说把12个破款法案分开 过一个试一个 比如说过了一个 我就给其他11个续上 然后再过一个 再这样续 这一点对于共和党 保守派来讲 可能是更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先过哪个 我至少过了一个 我过了两个 再过三个 那我就有一个发展的趋势 是一个比较乐观的 民主党这边当然是就傻了 从来没见过这么玩的 但是这个想法 我觉得并不离经叛道 可能会是未来 他去推动民主党 做出一些让步的一个砝码 就是哪个地方 我们有共识 可能可以先过一部分 这样他既可以承认 他有一些立法成就 同时还能让民主党 让一些让步 再一个就是 如果拜登已经放出信号 有可能在边境问题上 移民问题上 做出一些让步的话 这可能是未来 共和党去跟民主党 谈的一个重要方向 获得一些让步 也会是共和党 一个重要的立法胜利 对啊 刚才就是这个 就是一 首先最头疼的问题 就是政府官门问题 因为政府官门 现在就满打满算 还剩下14天 共和党在这方面 头绪还是不是很多 因为他在忙 就是约翰逊 这些自己的表态性的 单向不还法案 那未来这些 虚命协议怎么过 怎么样形式去操作 刚才可能讲了 就是教授讲 就是单向过的话 比如说先把国防整了 虚命过了 那这个东西过了之后 就可能就极大程度上 放大这个政府 部分官门的可能性 因为当年这个1819年 这是为政府官门 能关那么久 主要就是因为 国防方面的 这个国防法案过了 所以说最后 他拖了35天 其他这个政府官门 所以说这个东西 可能会导致政府官门 必然会发生 然后会会更加 无限期延长 这个是看点一 看点二 就是更加就是 关于巴以和乌克兰的军员 乌克兰可以先会再放一放 但对于很多来说 以色列应该就是 下一周国会 最主要的这个争论 争论的焦点 那就要看就是说 他们双方怎么交换 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 以及参议院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那众议院 或者又怎么接这个 重新参议院提过来批球 刚才那个季老师 你说的这个续命法案 分成12个分别的 他是想把这12个法案的 续命的时间 弄成不一样的 对 或者说是一个接一个去 有些更重要的 有些不重要的 民主党的反应 就是那就是在你看来 有些部门更重要 有些部门更不重要 就是哪些部门 可以关三个月 哪些部门 一天都不能关 共和党本来就是个想法 共和党一直都觉得 国防部门 要比福利部门更重要 所以共和党 不愿意让国防部门 关一天 愿意让福利部门 关四年 然后民主党就认为 好啊 你要弄12个 可能不会12 弄好几个单独的 小的政府关门 但球就踢回到民主党这边 因为民主党是哪个部门 都不愿意关门的 民主党不是说 国防就可以关门的 民主党哪个关门 他都不想关 所以民主党可能 会面临一部分压力 就是你到时候 如果他抛出这个球 他10个我不表决 那你民主党 面对这两个法案的时候 你是表决支持 还是不支持呢 如果不支持 那政府关门 你是不是也有一份子呢 我就踢到民主党这边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 不算离经叛道 反而是一个 比较强妙的策略 对 续不续是最核心的问题 但关键在也就续完之后 你这具体 最后明年怎么办 对吧 你不能续 当然也可以续到明年 不是不行 那我们今天就 先聊到这 然后我们接着 继续抱着 被打脸的心态 来把这些呈现给大家 被打脸是常态 所以说这个 人在江峰票 哪有不挨刀 但我觉得我们上次 好像没有太多被打脸 你看我说的吧 斯卡里斯跟卓丹两个人 都不大可能 拿到必要的票 虽然我可能没有找出 迈克宜泉信来当驿展 感谢大家收听 本期美轮美奂 American Roulette 欢迎大家通过邮箱 联系我们 如果你想支持我们 将这档节目 继续做下去 请考虑每个月 给我们全款 众筹链接 以及邮箱地址 会放在文案中 谢谢大家